我觉得夫妻教导孩子一定要一致 譬如说我们家师兄很难得对孩子发脾气 可是当他发起脾气的话 他一定会用打的 因为以前的爸爸妈妈多多少少都会打孩子 其实我真的是用很多心思 为了不要让师兄一直生气 很用力地打孩子 我故意说你打 爸爸打完了该妈妈打 那师兄一听说他打完了 因为他也是很疼孩子的人 原来他要瘦两次吧 你看我打完了我太太还要再打 他就会收敛一点 所以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化解一些问题